這節我想說一下肥仔金 金正恩 日前應該都上個禮拜的 或者這個禮拜初傳出來的消息是由CNN報導先的 韓國南韓的一份報導北韓的消息的媒體說 金正恩做完一個大的手術之後情況危態 接近死亡 經過了差不多幾天的發酵之後 大家對這個消息似乎開始有一個傳移的態度 原因就是無論是這個南韓自己本身 又或者是 譬如說中國 都說這個消息未必是準確 看不到這個北韓有任何的異樣 這個曾經跟特朗普見過面 大家知道肥仔金在 這個板門店三八線好戲劇化 帶他過去那邊 特朗普都說這個消息是一個假消息 因為他一向都不妥當CNN CNN報導出來 趁機沒有任何的新的進展 就說這個假消息 他們都沒有任何的 這個進一步可以證實到金正恩是 情況危態甚至死亡 因為看不到北韓 有任何異樣的情況發生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說中國派了一隊醫療的專家 緊急去到這個平壤 去看這個金正恩 是路透社報導 跟三位知情人士那裡獲釋 北京派遣了一個專家醫療小組 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 健康提供諮詢 不能立即顯示 但此舉不能立即顯示 金正恩的健康狀況到了什麼地步 亦都有一個消息透露出來 說金正恩已經變成植物人 中國派專家去看看有沒有挽回 因為有一個傳言的報導 說他的手術 時間太長 比原定時間花更長的時間 所以出錯了變成植物人 另一個消息也有 中國大陸 在中朝邊境的火車 全部停了 是否金正恩要用火車運到中國大陸醫治 包括什麼火車停了 中國鐵路瀋陽局集團發出公佈 由即日起到5月21日 火車會停止 牽涉到北京長春吉林瀋陽大連哈爾濱等大城市 以及兩個位於中朝邊境的城市 丹東和雲春 鐵路部門說如果有變化的話 以車站公佈為準 很多人都估計是不是跟金正恩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有關 通常以往停火車 都是按經驗 在朝鮮 北韓方面來了重要的人 消息很混亂 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證實 無論金正恩 是否危殆 是否做心血管手術 是否出錯了 時間太久變成植物人 但有些事實 就知道 為何會有這個傳聞 事源就是 4月15日就是金正恩的阿爺 金日成 的太陽節 他的誕辰的108周年 是太陽節 按以往的慣例 你知道是國父 按以往的慣例就是 朝鮮上下軍民 孫子當然要出來 但是 金正恩沒有在太陽節活動 之間露面 這是朝鮮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指日 金正恩從來沒有 缺席過太陽節 他自己選擇 不去的機會 都不大 想死嗎 所以這個缺席 4月15日 這個缺席 令到大家有個揣測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上一次金正恩在朝鮮官方媒體露面 是4月12日 當時的報導 金正恩近日視察了西部地區人民 人民軍的航空和 防空軍旗下的攻擊聯隊 當時的照片是金正恩一身便裝 輕鬆自如 照片說明了拍攝日期 但是 是不是那天發佈那天拍攝呢 不知道 再早一點 在4月11日 主持一節重要的會議 勞動黨政治局會議 消失在公眾的視野 再早一點 金正恩說 報道過去曾經 試射了這個導彈 朝鮮官方媒體 沒有提及金正恩是否親吶 這種儀式通常都會參加 所以這個揣測 是因為他久未露面 這也是所有極權國家共產國家的常態 為何大陸那些人要露面抱平安 原因是你不是 在這個官方的媒體 這個黨媒上露面 就表示 權位是不穩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你的健康有問題 甚至第三 你死了 通常都是這樣揣測 這個揣測 其實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如果你問回 我們做新聞的前輩 當時是怎樣去了解 當時我現在說的 50年代 六年代 中共取得政權之後 一連串的政治運動 文化大革命等等 外國的媒體 怎樣了解中國大陸發生什麼事 鐵網 裏面發生什麼事 真是靠 真是看 怎樣看 就是去到 羅湖的邊境 深圳的邊境 去 看看 那邊有什麼異樣 有沒有什麼軍民的結集 那些旗是怎樣升 亦都會 看完之後 問一下 在那邊很少 在大陸 過來香港 香港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問一下 裡面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個資訊那麼封閉 唯有用這些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 去了解一個鐵木國家 裡面發生什麼事 同樣地 朝鮮也是一樣 現在就在猜 究竟是不是 金正恩 健康很嚴重的問題 做手術變成植物人 不能事事 然後甚至死亡 那下一步是什麼 那下一步就是 究竟朝鮮的權力的 架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究竟 這些國家大家知道 永遠都是一個最嚴峻的問題 或者最危險的時刻是什麼 就是所謂權力更替 尤其是金家王朝 做到死的日子 他父親做到死的日子 他父親做到死的日子 這個金正恩 大家不會想著他那麼早死 三十幾歲 三十六歲那麼大 所以百分之一不肯定 他沒有所謂的接班計劃 亦沒有任何制度 他比中共落後很多 中共 在鄧小平的年代 建立了制度 不明文的不寫在黨章裏面 憲法是有的 黨章是沒有的 沒有寫在這個黨章裏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做兩屆 十年 總書記做十年 同事 國家主席 也是十年 十年就換屆 憲法裏面有規定 後來憲法都改了 變成終身制 就是說 這個國家主席 十年 二年 三年 四十年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總書記也是 因為沒有寫 同時萬歲 萬萬歲 萬萬歲都可以 這個制度 由鄧小平建立 然後今上 徹底破壞了 朝鮮更糟糕 從來沒有這個制度 由金家王朝 即是他爺爺開始 金日成開始 都是做到死的日子 所以沒有任何 接班制度 所以權力更替 更加危險 所以外界有關注 一件事很重要的 究竟如果真是 這個肥仔 掛了腦襯 究竟誰來接 大家都會有一個選擇 是不是他妹 她有個妹 她妹 會不會 接班呢 她妹妹 在病危的時候 金與正 能不能接班呢 在高度關注 金與正的名字很陌生 其實在鏡頭面前 經常看到她的樣子 瘦瘦的 跟金正恩的樣子很不同 臭手底 年紀不會傷失得很遠 近年來他的地位大幅提升 因為跟他父親 和他哥一起見面 出鏡 表示權威很穩陣 你會在什麼場合看到他呢 在跟特朗普見面的時候 金與正一直陪伴著他哥哥在身邊 金正恩就是他父親 培養出來的 接班人 金家皇朝 到了這裏 但是妹妹金與正 是正宗的白頭山血統 白頭山血統 也 高調亮相的頻率 相當 相當多 上個月金與正是第一次 單獨發表公開聲明 一直跟特朗普開封會期間 他陪伴著金正恩在身邊 起碼有兩次 金與正和金正恩 陪伴著金正恩出席 和特朗普的會談 金與正上個星期成為了勞動黨 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的後補委員 金與正目前擔任 朝鮮勞動黨中央宣傳部的 副部長 他叫做中央宣傳鼓動部副部長 近期也轉任黨組指導部副部長 金正恩是非常信任 大家都公認他有機會是 金正恩的接班人 但是有些朝鮮專家就是這樣說 這一點我也同似 朝鮮民族包括南韓 男性主宰 這種想法 是根深蒂固 在金正恩周圍的一些心腹 或者一些副手 能不能夠接受一個 這麼年輕的 沒有什麼的統治經驗的女性領導人 這是一個傳義 簡單地說 當金正恩真的 死了 不能事事 真是植物人 會不會 底下的人 能夠容納到 這位年輕的 金正恩的妹 金與正 主宰北韓的命運 這個大家都是存疑 會不會有其他人想著是奪權呢 亦都會不會想著金家王朝 去到這個位 就會結束呢 有不少的分析 都有這個懷疑 金與正就是金正日 即是肥仔金的父親 最小的女兒 和他哥 金正哲和金正恩 和他的母親 那個金正男 被金正恩 對壞了那個 就是同父義母 金與正 據說 1987年 出生 他哥哥大他四歲 不過兩兄會關係很密切 兩人都是同事留學瑞士 亦都有講返 金與正 的老公 是現在最得寵的 朝鮮勞動黨黨委書記 崔龍凱 的兒子 其實是個恩親的關係 都是這種 即是 大家你娶我兒子 你娶我女兒 我嫁你的兒子 大家 成立這種關係 金與正在2014年 做勞動黨的宣傳部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保護他哥哥的正面形象 負責管理金正恩的全部公開活動 包括行程 後勤 做政治顧問 偶爾會出現在電視鏡頭前 例如2011年 他老爸金正日的莊禮的時候 2014年 他哥哥金正恩當選最高領導人 當時他全部都 看得到 在鏡頭面前 在照片裏面出現 曾經都是失寵的 一度失寵的 就說他的宣傳工作 不得力被裁切 但最後 亦都是回到鏡頭面前 證明他的哥哥亦都 相當重用他 這個就是金與正的一些經歷和生平 因為北韓 大家知道是一個透明度極低的國家 所以 究竟 誰會接班呢 暫時來說 一直都是看著 這個 最高領導人 生死或者健康的狀況 也有些外面的分析 共產國家其中一個很 common 這個做法就叫做死不發喪 什麼叫做死不發喪 中國曾經一直都被人懷疑 譬如當時的毛澤東 死了 是不是第一時間發喪呢 所謂發喪的意思是 向外宣佈他的死亡 譬如到這個鄧小平 有一段時間也說鄧小平很久沒有出來露面 是不是已經死了 這樣 後來江澤民一路被人傳說是死了 阿蕃不是糟糕的 都是說 死了不過是不發喪 為什麼要死不發喪呢 當然是政治口裡 就是政權 如果你發喪 在內部都未鞏固到 即是你當 你一個人一個領導人死了 這個中國傳統經常有 中國古代皇帝經常有死不發喪 內部的整合不行 誰說是 即是國家一天不可以 無君主無皇帝 天不可以一天無太陽 誰說是未講好數 誰去接班未講好數 所以 為了政治穩定 在內部打餐打死 腥風血雨 你堆壞我堆壞你 堆壞完之後出了一個皇者 然後才正式發喪 這個就是 一些獨裁的政權 古代的封建政權 是常有的現象 所以有人懷疑 口境是否 究竟是否已經死了 或者是不能事事 不過裏面未談好數 未打完 大家未互相對壞 所以就不發喪 這個 有這個可能 不過如果外面的觀察就是 除非 除非北韓是一個穩定到 沒有人會挑戰這個最高權力 我想都很難 因為一個這麼封閉的國家 一個控制力量這麼大的國家 即是有些人說 你的最高力量死了 起碼都會有些移動 有些軍隊 會有些調動 去保護那個 Potential的接班人等等 沒有理由外界沒有任何的跡象 被人看到的 那麼多間貼衛星 看著是不是 所以 一般的 猜測就說 可能真的健康有問題 真的做過手術 但是未到危殆到救不回 又或者未到死亡這個階段 中國的醫療隊 亦都顯示了一樣東西 可能是情況是很嚴重 如果不是 北韓你猜跟中國真是朋友很交關嗎 國家領導人的健康 絕對是 絕對 最重要的機密 即使你同志家兄弟 用血肉建成的這個大家的情義也好 打韓戰的時候中國所謂的戰軍幫過他 這些機密也不會告訴你 所以要取得這個領導人的機密 我聽過很多 你說笑話也好 或者秘聞也好 其中一項領導人的健康 在哪裏顯示出來的 大便 大便 如果那些間諜能夠拿到領導人的大便去驗 不要說拿血 血就是要抽血 拿大便去驗或者頭髮去驗 其實 那個是重大的國家機密 所以領導人的大便 一定要好好保護 不可以隨便排放 我也聽過這個 所以特務 其中一個 要拿得的樣本就是領導人的大便 這個你當笑話也好 但我聽人家 我聽人家絕對是有道理 所以現在 沒有任何的異樣 證明 未死 或者是未貧死 所以暫時都很穩定 不過有一點 大家不得不留意 因為 北韓已經是一個核子國家 他的核水平雖然 當然你跟 西方國家比較 核大國和中國比較 可能不可同而語 當然 他的 這個 火箭運載能力聲稱 是可以打到美國 不要說南韓 不要說日本 不要說其他亞洲國家 他說是可以打到美國 不過他是不是真的打到美國 去到美國途中會跌落 不知道哪裏會殃及其他詞餘呢 不知道 但是 北韓擁有核子武器 我相信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 現在問題就是一個國家一個獨裁的國家 當他的領導人 或者他的接班 權力更替出了很大的問題 出現一個真空的時候 他的核子武器會落入什麼人手裏面 會何去何從 會有什麼人控制 有什麼 不能預見的 不能預測的 不能確定的情況出現 這一點 我相信 各位聽眾 各位 觀眾 大家必須要關注 歷史上有一劑試過的 就是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 核子武器有些可能在烏克蘭等等 不知道 基地在哪裏 究竟 自己 能夠控制多少呢 俄羅斯 這個都是一個 到今天來說幾十年之後 都是有很多 事實是未咬得清楚 究竟是不是 已經是給了一些 不同的國家落在一些恐怖分子的手裏面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 預見得到 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 蘇聯解體之後 很多常規的武器 落在一些不應該落的人的手裏面 在黑市市場 包括槍 包括飛彈 雖然可能未必是核子的彈頭 是落在一些不應該落的人的手裏面 包括恐怖分子 包括黑社會 這就是真的 所以當北韓真的出現 這個世紀的亂局之後 他的核子武器 將會落在誰手裏面 我想中國也會很頭痕 不單止美國 中國也會很頭痕 會不會因此而觸發這個世界大戰呢 沒有人知道 到今天六世都是明明朗的 只不過是 說有中國的醫療隊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金正恩真的變成植物人的話 誰去掌握那個 按核子 武器 按鈕的權力 會不會 這個世紀疫症之後 接下來就是 世界大戰 大家 必須要 留意著 當然這個世界大戰我們也控制不了 不過 作為一個地球人 起碼我們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好過烏烏烏烏 什麼都不知道 是不是 好 談到這裡 繼續Patreon 支持我 繼續 CLA SS 我的YouTube Channel 深藉口快 介紹給多些人看 如果用其他方法支持我 包括Pay Me的話 勞勞大家 按下 會見到有 轉數快的選行 用轉數快來支持我 對我來說會更加好一點 好談到這裡 拜拜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 可能你會問 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人 我也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六十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 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 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 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起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 一家大小 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的 你就按一條連結 底下這條連結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一個三節的月費優惠 3.49美元一個月 頭一個月 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用